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Kylie Jenner 首次承认进行了唇部注射,原因在于她整个青春期对其唇部的不自信,她在个人真人秀中表示,自己从六年级就痴迷化妆,观看YouTube美妆教学视频,为了让唇部看起来更丰满还会用唇线笔勾画形状。 当时她注射后的后唇照片不断登上八卦小报,她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还掀起Kylie Jenner挑战,用玻璃瓶将嘴唇吸肿,达到暂时的疯唇效果。 不少青少年因此受伤,一度引起家长抵制,种种话题迅速提高了Kylie Jenner的知名度,原本被视为负面新闻的整容风波,成为Kylie Cosmetics品牌故事的一部分。 就连卡带山家族的人都曾在真人秀中表示,嘴唇注射改变了Kylie Jenner的人生。 根据营销公司Tribe Dynamics的调查结果,在过去的两年中,Kylie Jenner的EMV上涨了620.87,MV Media Value是指赢得媒体报道价值,也是对一定时间内KOL的社交口碑价值的量化。 Kylie Cosmetics不仅省去了传统品牌的高昂市场营销费用,还将其他各个环节外包出去,减轻资产包袱。 研发生产方面,Kylie Cosmetics外包给Seed Beauty集团旗下的Space Laboratories,这家供应商是典型的自由品牌生产商,长期为各种个人品牌提供化妆品、研发制造和包装服务。 它在加州Ornerd和中国都设有工厂。除了Kylie Cosmetics,Seed Beauty还为另一家增速、惊人的互联网美妆品牌Colourpop进行生产制造。 Colourpop目前在Instagram上有590万粉丝。 Space Laboratories为Kylie Cosmetics专门安排了500个工人。 同时Space Laboratories长期的化妆品生产研发经验,也为Kylie Cosmetics提供了现成的技术,省去了以往长达6个月的研发周期,让Kylie Cosmetics能够保持上新速度。 该公司的创始人曾将产品开发的过程描述为流动的,能够时刻对客户的要求进行更改和实现。 据悉,Seed Beauty旗下工厂实行高度垂直整个的工作方式,从研发到生产再到包装发售都在同一地点完成。 从某种程度上,Kylie Cosmetics背后的Seed Beauty就是美妆领域的快时尚,随着网红经济愈演愈烈,这样的生产商也开始增多。 从产品设计到生产,最多可以不超过一周时间,自由品牌生产商所有工作流程都有现成的模型,时刻把握当下美妆潮流,电商也最大程度地提高了销售的效率。 Kylie Cosmetics从最开始就在线上销售,她将线上电商与服务外包给运营商Shopify,后者承担其产品的所有发售,售后和物流服务。 Kylie Cosmetics只需要为Shopify支付每年48万美元的服务费,外加0.15%的销售分成。 值得关注的是,Shopify有处理明星电商时常出现的高峰流量的经验,她同时还运营Drake、Justin Bieber等人的电商,在线上获得巨大成功后。 Kylie Cosmetics还逐步开始尝试实体店,在洛杉矶等地开设快闪店。 2016年,她在洛杉矶Westfield购物中心开设的第一家快闪店,在14天内吸引了25000道店人次。 但是Kylie Jenner十分清楚,实体店的任务不在于销售,而在于市场营销推广。 线上销售比实体店的优势明显许多,特别在商业效率方面。 在市场营销售比实体店的优势明显许多,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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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市场营销售比实体店。